看到我们这个分析 每天这么多的新市政 所以玉寇姐 你觉得严明部长上来 真相渴望水落石出吗 现在因为已经军神法修了嘛 那其实移的过程 还是有一些这个 时日上的延缓 那当然就说 有华对于严明部长的评价并不高 可是严明部长现在所担负的是 我们的国军跟国家的信赖度 跟形象荣誉 我们还是很沉痛的呼吁 其实今天讲的最重要 民众不相信 民众要的是真相 民众没有要打击国军 民众也没有要去跟谁斗争 民众更没有要去找蛮有的麻烦 给我们真相 真相不明的地方就在于 它的动机在军检署的报告当中 让我们无法接受 请你给我一个动机 我希望今天下午的这个鸡鸭亭 会有一个更新的 所谓新的秘密证人 不管怎样新的事证出来 我们的老百姓 现在已经开始有这个 非常不耐烦的感觉了 所以军方不要再挑战大家的耐心 那要第三次上街吗 诗诚我们不希望这样子 再第三次上街了吧